好 接着来看到0918震灾赤克山农路附建工程 已经申报8月14号开工了 那么华林县政府的农业处 18号就在高辽的教会广场举办了施工的说明会 针对施工的内容 交通管制时间跟地点进行说明 并且互相的交流意见 期望未来工程能够执行顺利 现在学生表示0918地震重镇玉里赤克山产业道路 多处边坡发生大规模崩塌即来修复 再后县府立即启动附建机制 逐一现场会刊 会整之后报请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审查 感谢立委副婚其协助以中央积极争取 并且在0918发院后安排交通委员会专案考察 邀请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委吴泽成 现场会刊 获得核定12133万元 办理赤克山附建工程 历经规划设计以及提报农业部 农村发展及随度保持署审查等阶段 发报之后 并且在7月25号顺利决标 能源处长曾所表示 工程主要花分为八大工区 农委赤克山主要道路10.25k范围之内 地震之后因危险有工所封闭禁止通行 今年7月朱树瑞台风部分路段发生崩塌 已经唯有幸福抢通完成 122年竞争花季道路交通管制时间为 8月12号到10月10号 赤克山规划竹林湖数段单向上车 主线道路单向下山 下山管制发行为每天上午10点到10点20分 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 下午3点半到3点50分 上午8点前以及下午5点30分后不管制 四道路情况机动管制放行 一花季后另定施工管制时间 工区大小边坡需整至13处 将泼面多余土石清除之后 甚至直流隔凉 喷泥土沟以及打涩土岩丁 避免之后雨水冲刷造成土石滑落 另外是做毛粮 维心桩 挡堵墙 防落石缸以及石龙等水保设施 以改善编部稳定性 工程为期360天 现在许多表示 县佛非常重视地方基础建设 尤其对维护农民每天通行的农路 一向不余力 这次地震造成赤克山 又是淡山 另外大陆大创商 两座商发展重要观光与竞争产业地区 影响当地的产业盛据 目前修复工程已经顺利开工 施工正后 其若造成相机不方便进行见谅 虽然工程技术难度高 且工程期间面临地质 气候等不确定因素 具有相互挑战 农业处仍继续努力 期盼能够尽速恢复使用功能 让农民可靠安全的道路 记得喜欢华丝博道